仔細聆聽韓國瑜市長的說法 其實跟上一次證監會他講的都差不多一樣 我以為今天他會實實在在的說他的政策 結果沒有 還是在講上一次講的很多捕風捉營的事情 我少是要謝謝他肯定我是單純善良 除了單純善良之外 我想還要再說 我其實是蠻能幹的 而且很會做事 把2016年的經濟的頹勢能夠翻轉到今天 我們變成四小龍第一名 我剛才講的不就是告訴你說 這整個翻轉的過程嗎 那你說2016年的苦 那確實是因為國務院長執政末期的失能 2017年的忙是因為國際情勢的轉變 我們也在進行很多的改革 2018年的翻是因為我們開始翻轉了整個情勢 那2019年的亂 就是一個背棄了承諾的市長跑出來選 總統 而且他的言論引起社會很多的爭論 那麼今天呢 除了是聖誕節也是行鮮金日 也是韓市長就職的一週年 在上禮拜呢 有數十萬人上街頭要罷免市長 這是創下台灣有史以來的紀錄 韓市長說過不要在乎冷冰冰的民調 要在乎熱呼呼的民心 這數十萬人上街頭難道不就是熱呼呼的民心嗎 近來台灣的社會普遍對中國全面的滲透台灣 存在了一種恐懼感 希望政府拿出具體的作為 但是政府要有所作為 必須要有法律根據 反滲透法已經在立法院討論過一段時期 而這樣的立法很多的民主國家也都在做 去年的六月澳洲通過了反外國干預法案 英國政府也在上個禮拜宣布要修改他們的間諜法 許多的民主國家都在立法防堵中國 越來越多的滲透和對內政的干預 台灣比這些國家更直接面對中國的各種威脅跟滲透 但是國內卻有一些人把阻止我們建構民主防護法的機制 把它視為是一種挑釁 把它視為是一種戒嚴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非常負面而不可取的看法 如果我們把我們要做的反滲透法說成是挑釁 說成是一種戒嚴的話 北京會很欣慰 但是國際社會一定會覺得這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政黨在國內競爭是很正常 但是在對外的時候大家應該要有一致的國家的認同 如果要反對反滲透法也可以 就請指出來我們這個草案當中 哪一個滲透的行為你認為是不需要禁止的 不需要處罰的 請具體的說明真的不要只有空洞的形容詞 韓市長曾經批評我的能源政策是用廢發電 他還跟馬前總統一起開記者會 不僅表示要重啟核事 還說政府蓋風電廠要花兩兆 電價要上漲五成 我要鄭重的告訴大家 這些都是謠言 政府發展風電 風力發電 不是花兩兆蓋電廠 而是帶動了民間上億元的投資 到了2025年 帶動1.2兆的國內產值 2萬個就業機會 如果政府不買風電 難道要買更貴的核電 買更多的火力發電嗎 而綠能的成本會越來越便宜 不會有兩兆的問題 也不會造成電價大幅的上漲 更別說漲五成了 馬前總統曾經宣示 要在2015年完成國內第一座離岸風場 結果他太不跳票了 以至於台灣的電力的結構 繼續被鎖死在燃煤跟核電裡面 也繼續製造核飛料的難題 我做總統以後 全力推動綠能的發展 不管是太陽光電 或者是離岸風電 這三年多來都已經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陸續的展現出成績 太陽光電的裝置量 已經是馬政府時期的將近三倍 第一座離岸風電的示範風場 也已經完工開始上傳了 國際上最熱門的綠能產業 以及外資都來台灣投資 甚至把台灣當作亞洲綠能發展的一個樞紐 更重要的是 國內的綠能產業也開始站穩腳步 要在將來有更大的綠能需求當中 去擴展我們在國際上的市場 我要提醒我的對手 特別是韓市長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國際的大廠牌公司 開始要求他們的供應鏈 要用更多的綠電 為什麼Google要在台南投資260億 設置第二個資料中心 關鍵的原因就是因為台灣供電穩定 而在綠電供應的條件上 我們勝出其他競爭的國家 這些國際品牌的綠電 並不搞不好核電 換句話說 如果綠電供應不夠 他們就不會選擇台灣 台灣就沒有國際競爭力 我原先以為 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 國民黨會有所反省 沒想到韓市長和他的團隊 繼續用落伍的觀念在批評綠能 我看過韓市長的2035計劃 他甚至要到2025年之後 才要全力充施綠電 我幫韓市長算過 照你的2035計劃 你的核能至少要佔比25% 要達到這個目標 不只是要核四 還需要核五 甚至還要有核六 等於台灣同時有三個 全速運轉的核電廠 產生的核廢料有多驚人 風險有多大 你要不要問一下 新北市民的意見呢 核市長位在人口密集的 北部都會區 一旦發生事故 後果不堪設想 我們的能源政策 不是用非發電 但是如果重啟核市 繼續在台灣使用核電 才是用命發電 核市長的競選主任 朱立倫曾經說過 核市根本不應該存在 核廢料的處理 一直是新北市的痛 若這個問題無法解決 憑什麼使用核能呢 這段話我完全同意 我要請問韓市長 在主張重啟核市的同時 核廢料的問題有解了嗎 我想告訴大家 現在的核能佔發電的比例 並不大 大概只佔10%左右 並不是那麼難以取代 國民黨執政時候的缺電 到現在的不缺電 再到有能力進行能源轉型 蔡英文做到了 下一個階段 我們會繼續推動能源轉型 預計到2025年 綠能發展會帶來上造的產機 創造超過3萬個工作的機會 臺灣會趕上綠色供應鏈的這一套熱潮 成為亞洲綠能發展的典範 至於空污 我要告訴韓市長 因為國民黨長期錯誤 而且錯誤 而且帶墮的能源政策 才會讓空污的問題 時時沒辦法解決 現在國民黨卻把賬算在民進黨身上 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2016年 我上任就開始新的空污防治計畫 這三年半的努力之下 我們的國營事業 工業鍋爐 以及交通工具的改善 減排 投入了大量的補助 我知道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也會做得更好 但是請國民黨不要忘記 空污最嚴重的就是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可以接受檢驗 不過我要提醒國民黨批評之前 要想想自己以前的表現 韓市長最喜歡拿火力發電的空污 來質疑我們 不要忘了 中火的十部發電機組 全部是國民黨決定要蓋的 中火燃煤量最大的時候 是在2014和2015 一年都在1800萬噸左右 你的副手跟你的國政顧問團 分別是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 以及經濟部部長跟環保署長 那麼我們會持續的來進行空污的管控 讓空污不再是台灣的負擔 第一 特徵組到底成立不成立 要不要嚴厲懲罰貪官污吏 到現在還沒有表態 因為太重要 我必須再提醒一次 蔡英文總統要不要重啟特徵組 應該很清楚告訴台灣人民 第二 數十萬民眾到高雄 罷免市長韓國瑜 台灣民主自由可貴在這裡 重點 也要提醒台灣同胞 跟高雄市民朋友 這個是罷韓大遊行 為什麼這麼多外國人在裡面 甚至還有香港人到高雄來罷韓 為什麼有這麼多外縣市的到高雄來罷免高雄市長 民進黨在裡面扮演什麼角色 為什麼不是高雄市的市民 才能罷免高雄市長 如果一開始 你們就確定是反韓大遊行 我沒有話說 但是我當市長不到兩個月 你們就開始搞罷免 到最後這個戲已經唱下去 沒有辦法鬆手 只好罷韓罷韓罷韓到底 因為實在高雄市民人數不夠 只好把外國人跟香港人跟外縣市人通通調到高雄 來罷免高雄市長 現在你在用這個幾十萬人上街頭來修理我 你開始都不對了 這是嚴重的錯誤 這不是民主的常態 也不是民主的規範 你應該糾正這些罷韓團體 不可以這樣子做 這才是一個總統的高度啊 反過來幸災樂禍 第三亂 民進黨執政了四年 你現在把這個亂字是因為韓國瑜出來 你是用武當派的武功一把就把打回來是不是 是你在執政 國家資源都在民進黨手上 人民已經表達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茫然 居然是韓國瑜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三大遺憾 我覺得蔡英文總統必須 要再一次的清楚的表達 我們所有駐外的大使館 跟外貿協會的所有的駐外的 通通要調動起來 將近有兩百個單位合起來 要執行一個命令任務 或出去人進來 所有的大使館要跳脫傳統政治學派 評估一個國家的政府 一個國家的政黨 一個國家的政策 民意調查等等 除了傳統古典政治學派的工作要做 2020年開始 所有中華民國駐外的大使館 你要負責把當地國家的觀光客 盡量帶來台灣 第二 你要負責把台灣美好的農產品 水產品 公益產品 以及科技產品等等 有計劃的推銷 推銷給當地國 你要執行或出去人進來 這個樣子 未來我們國家 一夜之間會多出200多個拳頭 在世界各地 因為這些外交官 現在沒有這個壓力 所以未來的外交 我們要從傳統的外交 轉為經貿外交 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 約估占95% 現在在中美貿易大戰 以及整個東南亞關稅 已經要成形的狀態之下 兩岸之間 ECFA要盜起 情況之下 中小企業非常害怕 所以政府 一定要支持銀行 銀行 一定要支持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 一定要支持勞工 我們形成一個善良的循環 使得中小企業勞工 中小企業的老闆不用害怕 請你盡量照顧勞工 今年在民進黨執政之下 約估4萬家公司工廠會倒閉 現在開始很多無薪假都開始放 我們對未來的勞工朋友的保障 我們希望你在放無薪假的時候 我們可以讓你領到60%左右 基本薪資 讓勞工朋友可以養家活口 但是我們希望中小企業 能夠大力支持勞工 銀行也要發揮自己銀行的角色 來支持中小企業 政府來做銀行的後盾 再者我的副手 非常感謝張山正副總統候選人 再三提醒要把科技引進政府的服務 當一個社會快速進步 科技產業快速進步 結果政府沒有導入科技的 這些成分在裡面 政府會開始落後 所以未來我們將會設立行政院 工業創新委員會 這裡我們要設置每一個部會 要設立一個數位創新掌 這個是把科技的含量 跟現代政府的服務 把它結合在一起 至於推動工業製造的4.0 大家都已經朗朗上口 至於促進半導體的再升級 也是朗朗上口 各位親愛的好朋友 我們要思考政府到底是什麼角色 我時常走在街上 看到那個腰痠背痛在調骨頭的時候 我就感慨很多 我們這個背上這個骨頭啊 如果是歪的 就會開始內臟不舒服 肌肉不舒服 其實政府的角色跟這個調骨師 完全沒有差別 當我們發現水不通 政府按一按水通 銀行貸款不順 我們拜託金融界 道路不通 道路按一下 能源出了問題 我們把能源按一下 當一個政府創造一個非常好的環境 就像一個調骨師的時候 把每一個環節都調好 親愛的台灣同胞 以台灣人的聰明 以台灣人的努力 這些所有企業自然會飛翔 自然會成長跟茁壯 我們怕的是什麼 是當企業界快速進步 而政府的官僚體系 因為本位主義思考 在那裡當成絆腳石 妨礙了國家社會的進步 所以未來 我們一定要建立一套 有效率的官僚體系 我們要告訴全中華民國 所有的官員 你一定要當企業界的好朋友 你千萬不能高高在上 管制著他們 如果一個政府 跟企業界是共同成長 我相信未來 在我們經濟發展跟突破 已經面臨到這麼多的困難之下 台灣的經濟發展 一定會讓大家刮目相看 再說一次 政府絕對不能當經濟企業的絆腳石 政府應該當作企業的加速器 陪著它一起成長一起衝 這是一個總統以及各級領導的政務官 最基本要含有的概念 絕對不能高高在上 絕對不能做威做福 要幫人民 要幫企業 做牛做馬 帶頭衝 謝謝大家 坦白講 聽到剛剛韓市長所提的 兩岸要多交流 大陸的市場要尊重 EGFA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制 那為什麼那個案子 當時沒有好好通過 就是因為坦白講 韓市長做了一個很好的比喻 就是一個政黨也好 一個人也好 骨頭要硬 坦白講 我必須要指出的 指過去許多國民黨的買半 軟骨病 只照顧少數自己人 而沒有好好的 為廣大的中小企業 讓他們能夠安心 溝通不但不足 而且讓大家心裡面 心有很多的餘悸 我們今天是在參選總統 總統就是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如果台灣是一條船的話 總統就是那條的船長 而這條船船長 他就是要去把舵 把那個方向 要把他對 我特別強調的是 非常謝謝蔡總統兩次 讓我到APEC去參加國際性的會議 我非常深切的一個感受 現在要全世界這一些重要的經濟體 要在大陸跟台灣之間做單一的選擇 對台灣非常不利 因此我特別講了一句話 我曾經三度希望做台灣這條船長 我雖然沒有做成 我並不希望船迷航 更不希望台灣這條船沉掉 因此作為船長最重要的是什麼責任呢 那就是要了解風向 了解形式 國際的形式 不管你喜不喜歡 2020年台灣必須面對的處境 就是中國 美國 日本 這世界的三大經濟體 在那邊重新做一些合縱連橫 前幾天我正大一位學弟問我 如果台灣的科技發達很好 如果能夠把這個船 把台灣這個島 東夷一兩千公里 跟美中日是三強都保持一段距離 會不會比較安全一點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也許用軍事的角度來說 台灣確實安全很多 但是同時在經濟上 台灣也會少了很多的機會 確實對我們來說 美中日就除同三國演義的那個 下棋的賽局 台灣目前除了我們政府之外 民間企業就像我剛剛說 全世界其他國家一樣 都面臨著選邊站的問題 那已經超過韓國三星名列亞洲 第一大企業的台積電來說 目前是全球通吃的晶片廠 但是中美持續對抗的局勢之下 台積電會不會被逼的要去選邊站呢 如果連台積電都被逼的要去選邊站 那台灣其他的企業又怎麼樣呢 我這邊要特別提醒大家的是 台灣過去老是覺得 美國跟日本一定會站在同一陣線 別忘了2020年日本要舉辦東京奧運 當前的國際形勢是 美國不但要想從日本撤軍 還要想跟日本收高額的軍費 再加上日本跟韓國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那麼在這個時候 2000明年2020年 美國還有總統的大選 美國和日本會不會因此來選邊站呢 這兩天 中日雙方的領導人 在北京和四川的成都的會談 不就是一個信號嗎 中華民國會不會因為 藍綠政黨的各自偏好 而站錯邊倒了大煤 還是被邊緣化呢 所以中長期看來 當前的國際經濟的巡視 對台灣是挑戰也是奇蹟 台灣在面對即將來到的科技戰中 是左右逢源的受益者 還是左支右支的被支配者 剛剛完成的第一輪美中貿易談判 協議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中美之間不只 只有存在對抗 而他們還是有利益共生的機會 尤其是明年 美國的大選 川普也需要爭取到 大陸農產品市場 來提升他的選情 在這個當中 我們台灣的位置到底在哪裡 台灣跟美中日三個經濟體之間 有三個特點 台灣跟美國和中國大陸 都有長期綿密的經貿往來 台灣跟中日韓都可以形成 共同以東亞為核心的世界供應鏈 台灣的高科技有深厚的實力 具有完整綿密的產業聚落 宋主義有信心 也有經驗 我能夠好好的穩定兩岸關係 宋主義可信賴 不暴衝 trustworthy and stable 我會堅持中有彈性 彈性中有原則 在美中日三強的博弈當中 占位我們中華民國的位置 接下來我要談談 我這幾天特別強調台灣所面臨的六大危機 第一就是劇烈的氣候變化的危機 政府除了要對民眾好好的做一些正確的環保之外 不管是救災防災 對漁民農民的影響 以及特別是我們國土規劃的上位關係 用防災型的都根等等的方式 好好的處理我們劇烈氣候變化的危機 人口改變的第二個大危機 那就是少子化老年化的雙重壓力 導致我們扶老比例的這些平衡 而政府必須盡速的提出對岸 而這些分配資源不是消極的社會福利 而是更應該有積極的人力資源的充分發揮 第三個是國際經濟秩序調整的危機 跟產業結構的危機 臺灣在面對世界多邊化的雙邊化的經貿環境 不應該只有選邊站的想法 我們必須如何怎麼樣去布局 跟世界去接軌 但是根本知道在自強 五缺的問題要實實在在去做 不要把規劃變成鬼話連篇 不要使我們這些許許多的傳統產業 不受到保護 讓實業成為我們社會問題 第四是貧窮差距擴大了危機 不但是今年世界 洛貝爾經濟得獎的這些主要他們的論題 也是未來我們在經濟發展當中 必須要注意的均富和財富分配要均衡 特別是對於弱勢族群新著名的生存 尤其是讓他們的下一代能夠得到好的照顧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人文價值淪上了危機 最近臺灣內部的那種暴力之氣 特別是對於我們整體的經濟活動 產生了我們必須對人文的關懷 加強我們的倫理教育 特別要重視傳統中華文化的 這些鎮老金銜的那些許許多多的核心價值 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享受 我們一個安和樂力社會 我常在思索 我們這一代能夠給下一代什麼 簡單八個字 變中求穩 穩中求勝 變中求穩 穩中求勝 氣度決定眼界 眼界決定格局 齊民黨現在是個小局 會幫大家創造中華民國的大局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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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